ON G 四季 大家好!歡迎來到暗黑網絡頻道 今天來到這個龍珠爆裂擊戰國際版 事不宜遲,今天8點多,已經出現了國際版電影活動的第一彈 事不宜遲,首先看看有什麼活動 第一彈,我相信會有第三彈 第一彈開始,一開始有登入獎迷 第一彈,會有紀念的特別任務 還有少量龍石優惠,5折買32顆蛇,8折買91顆蛇,限定3次 優惠上都比較少,大家看著用 第四項,下午兩年半會開升龍祭 如果是連續召喚,就會有兩張龍佳王神 最主要就是換這張新的LL卡 先看看 由手邊這一張,對得格斯加小母 好坦白說,暫時這張卡可以進入兩個隊伍 第一個就是未來片 第二個就是其中一個隊長技 就是時空超越者 氣力加4,3維加130 其實這個時空超越者 其實這個隊長就是這個新版的黑悟空 但其實那集片還沒有出 變成抽不抽就自己決定了 我建議如果大家沒有未來片對象 其實這張卡的實用程度我自己覺得一半 看你自己喜歡 不然就可以留些蛋藥去抽回未來的劇場版 我猜他完第一彈活動 應該是去到13號,就會有新的第二彈消息 到時候應該是2月中下 就會有這個劇場版抽 去到第五項 全新活動開放 就是一個劇場活動 最主要是把4張SSL的電影版卡都拿到手 記得提醒大家 一定要拿完 還有悟空比達會有極限思覺醒 那邊就是這裏 那邊就是這裏 這一張的悟空 是極限思了 還有比達也是 那對於一些新手的玩家 或者是微科的玩家 就很重要的這兩張卡 起碼用得到劇場版Heroes的隊伍 記得多多去刷一張卡 回來玩 那第六項就是 舊幾個劇場開放 那第七也是 那這個第七就是未來 第六項就是最主要打仗 那如果你們不抽這個星龍祭 那我建議大家刷一刷這個劇場 拿回覺醒張 那始終如果將來真的 一個角耳抽到 那你還可以DK 最初就會放在這裡 不知道做什麼 那第八就是 就是反抗 那也是 一些未來編的活動 沒什麼特別 那第九也是 一個很舊的劇場 那去到 第十 就是這個全新的 一日兩次 Doken重擊 拳擊機 在國際版終於出場了 這個拳擊機在日版 已經出了一段時間 主要是做什麼呢 其實 他就是要打一部 這個拳擊機 那他不會打你 那你只要打他 那要看你打出 輸出的傷害有多高 那如果沒有記錯 那如果沒有記錯 好像是去到7777萬 那就是全部7 全部7 去到7 去到7千萬 那就會有一定的獎勵 那至於獎勵是什麼 就要看國際版公佈 是什麼 才知道 而這個拳擊機 就建議大家 用一拳超人 去打 那到時候都會 和大家聊一聊 那 那去到第十一 就是第五屆 的虛擬 Doken大亂鬥開放 那就是 又是新的 大亂鬥 那記得大家 要打 然後 要儲回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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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時候又換回金屬古拉 那第十二 就是修型成功兩倍 那然後 那第十三 那 婆婆交換所有 七字 那 那去到登入獎勵方面 那其實我們剛才看了 今天第一天 就是會送五顆龍石 再加一張老界王神 那 那全部都是送一顆石 那 那去到 二十二號 那 那 就是 過完年回來應該初八 那才會有第二彈的活動 那 又變成大家 官方計的都很盡 那 就是大家鬥完 那 那 就 出了劇場版 大家會做 科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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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到特別任務方面 其實是會有第二彈 至於有沒有第三彈 到時候才知道 說回任務方面 每日的任務都是很簡單 消耗到30體力就會齊一頭三項 任意的三個關會有一顆石 其實都很簡單 而期間任務詳細不講 石方面送了十二粒石 不算送太多 不過不實 到時候回到第二彈 應該會有極限師覺醒 可能會有一點 在這段時間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儲多一些龍石 到劇場版的時候 希望大家一抽就中 今天就到這裡 喜歡的朋友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關於星龍祭方面 其實我都會抽一點點 到時候人家要拍片 還是會直播抽 到時候再算 下次回來再和大家再玩 下次見 拜拜 下次見 下次見 下次見